我们只一探究竟 我比较喜欢纳英 最喜欢纳英 纳英 华语乐坛首屈一指的实力派歌后 凭借一首征服 让全亚洲为他的嗓音征服 独一无二的唱腔 成就了他的音乐道路上不平凡的人生 人们对纳英的认识一向深刻 从白天不懂夜的黑 到一笑而过 梦醒了 屋里探花 从好大一棵树 梦一场 山不转水转 到出卖 干脆 纳英带给了我们太多的经典 让我们在歌声里得到了久违的感动 他用歌声唱出了对爱的执着 对爱的勇敢 伤痕无数 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坚固 我的决定是糊涂 就这样被你征服 看下你藏好的路 我的剧情已落入 变成粉色的 我的爱恨已无数 当很多歌手到了年纪便可能依后劲不足而慢慢隐退时 不惑之年的娜姐却再一手身情款款 灵气十足的墨 强势横扫榜单 俘获无数年轻人的心 用响当当的实力告诉歌迷 姐一直很红 一直很受欢迎 她唱歌比较好听 那姐的歌声不仅是老一辈人难忘的青春记忆 也是年轻人心中不可复制的经典 那姐的歌老又妇孺都能开口哼上两句 多年来一直保持着KTV中名列前茅的点播率 自身麦爸们表示 唱两句那姐的歌既能高昂澎湃 又能深情温柔 既能用来控锁感情不顺 又能用来歌颂时代进步 hold得住大场面 玩得了小清新 功能齐全各种好用 拥有如此作品的大姐 难怪被人们称为东方的惠特尼休斯顿 你永远不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黑 不懂了心心 不可归这边 万象一点 在唱歌方面比较有天赋 帅子 金角跟银角 穿着有带绳的 帅呀 好帅呀 我给你讲最流行的就是这样 右脚 左脚穿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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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拿人家手软 可到了评价其余三位导师时 娜姐丝毫没有嘴下留情 汪峰是长不大的老小孩 杰伦 深藏不露 哈林 哈林更长不大 他不想长大 三位导师 对我构不成 很大的威胁 爸爸妈妈喜欢娜姐 是因为经典怀旧 我们喜欢娜姐 是因为她的个性豪爽大姐 然而娜姐还有我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其实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吃货 我下次去 你一定要亲我 但是刚才她也问我 她在台上问我 刚才会唱得不好吗 她觉得她唱得非常好 杰伦老师那是一站立站住 杰伦 你让你多吃一点 杰伦 你真的是不在多难的 从白头的时候 就一直要给你教训 对 对 你教训也是给到今天 对 应该也一直会 就下去会教训 是吧 走到楼梯的时候 是不是绝望了 绝望 那你觉得不可能会 你跟着拜拜了 对啊 我已经 因为酷爱零食 娜姐身边总会随身携带一个 装满零食的小篮子 里面究竟装了点啥 一起听听 娜姐自己是怎么说的吗 遇见 遇见 好 睡过 酷食沙拉 核桃 小核桃 这就是大酱 就是这样 这样黄瓜的酱 就是必须小时多餐就 特别 说到底 吃货只是娜姐的一个属性 娜姐的人格魅力 可不仅于此 让我们一探究竟 她的内心涌住少女 她的才华 潜力无限 我独自坐在你身旁 没有话要对你讲 声音不狗牙 声音不狗牙 如今亚洲歌坛老牌天后 纳英坐上导师椅 偏偏而来 去世代巴 为中国新歌声们的梦想买单 有魅力十足的娜姐在 你还有什么理由 不来收看中国新歌声呢 你有多扭 来 给你舞台 给你麦 娱乐梦场综合报道